这么高智商的越狱画面 你绝对没见过 男人先是在地上画了一根 0.618米的黄金分割线 重点是分割线要与通风口 形成38.2度的夹角 随后男人抱起两瓶 168公斤的燃气罐 稳稳地放在分割线上 再用一块蒙修布 盖到燃气罐的头上 接着来到窗户旁边 故意将玻璃全部击碎 这些看似都是一顿 无用地乱操作 但实际都是经过精力计算的 我相信看到最后 每一步都会让你始料不及 一切准备就绪后 男人先是观察了一眼 楼下波夫勒的动态 狙击手果然来到 他所预想的地点 然后他迅速将一名 奄奄一息的玉璧 拖到了狙击手 可以看到的地方 故意让对面的狙击手 误以为二人正在打动 制造完假象后 他又迅速和玉璧 互换了衣服 注意看 接下来便是高能时刻 囚犯故意将玉璧背到身后 随即架起玉璧的胳膊 勒住自己的脖子 此时的玉璧 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 以为自己掌握了 反杀囚犯的机会 于是拼尽全力地死死围住囚犯 然而囚犯并没有反抗 而是用力地往窗户边上靠 这一靠不要紧 正好进入了警方狙击手的视野 此时百里开外的狙击手 一看二等功的机会来了 怎能放过 便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子弹命中为玉璧 并穿透了他的身体 但最牛的还是 分毫不差的击穿了 事先摆好的燃气罐 这计算简直是天衣无缝 堪称完美 紧接着 囚犯眼看目的达成 便连忙躲到 事先观察好的地板下面 下一秒 被击中的燃气罐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所固若惊烫的监狱 瞬间被炸开了花 紧接着 消防员迅速进场展开营救 将男人抬了出来 送上了救护车 现场所有人都没能发现 救出来的狱警 其实是一名囚犯 但唯独刚刚赶来的女警小美 却发现了端倪 这个女人主动要求跟上救护车 因为她看出了 躺在车上的男人 并不是狱警 而是一名囚犯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她不仅没有立刻将她逮捕 反而还偷摸地给了她一把枪 原来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 是警方的一名卧底 男人名叫莱万 是中情局里的一名顶级特工 几年前 她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 那就是潜入大毒枭的身边 来坐卧底收集犯罪证据 在小美的安排下 她很快就打入了集团内部 仅用一个月的时间 就成为了团队中的消灌王 为集团整整挣了一亿马泥 但大毒枭的野心远不止这些 为了能够真正无死角的 垄断整个国家的毒品市场 她居然安排莱万混进监狱 替她开拓监狱的毒品市场 莱万为了收集情报 只能服从毒枭的命令 于是莱万便假借家暴的名义 成功地被妻子送进了监狱 但当她进入监狱后 才发现毒品在这里 早已是一片红海 即便是这样 莱万也必须要硬着头皮去执行 毒枭派给她的任务 因为如果拖着不行动 很可能就会暴露身份 甚至自己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深夜 莱万的妻子按照大毒枭的指示 将毒品藏入了鸽子的尸体之中 然后再用无人机将鸽子 抛到监狱的楼顶 到了第二天 莱万在趁着打扫卫生的时候 偷偷地将鸽子装进垃圾袋内 然后取出毒品 再拿到各大监市进行低价售卖 就这样 莱万通过这种绝密的运毒方式 很快就打通了 监狱内的销售市场 但她的这一顿操作 无疑也惹怒了黑人大哥 没过几天 莱万就被一名御警 带到了监狱教堂 并把他交给了黑人老大 一顿伺候过后 他们还把莱万吊在了空中 想将其制造成意外死亡 眼看就要没气 莱万只能表明身份 声称自己是警方的卧底 在监狱卖货只是为了收集 大毒枭的犯罪证据 并不是来和你们抢生意的 只要拿到 能将大毒枭绳之以法的证据 他便离开这里 黑人老大听完以后 直接命令小弟将他放了 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大毒枭一旦倒台 黑人便可真正地垄断毒品市场 再无竞争对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莱万的工作开展的 但是相当的顺利 这也让他掌握了很多 强有力的证据 可就在这天 莱万突然接到了小美的电话 小美要求她停止一切行动 任务宣布取消 莱万听后彻底懵了 这是怎么个情况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 被有关部门发现了 中情局势不允许用 这种方式破案的 况且一个好好的特工 竟然堂而皇之地替毒销 卖起了毒品 这要是传出去 上司的无纱帽肯定不保 所以上司便让小美通知莱万 终止一切任务 但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牢靠的 阴险的上司为了已决后患 便在监狱里安排了杀手 前去刺杀莱万 紧接着 莱万回到牢房以后 立马就察觉到了一场 一个迎面走来的黑人小哥 给他摆了一个封喉的首饰 多年特工惊艳的莱万 立刻就意识到 他已被组织抛弃 即将被杀人灭口 这个男人将几本杂志 塞在了腰上 接着又用毛巾缠住了双手 随后大不留心地 回到了自己的床位 突然这是一个身影 慢慢向他逼近 期间还发出了 利润出窍的声音 幸亏莱万提前塞了杂志 不然腰子都要被他捅爆 两人随后便扭打在了一起 但毕竟莱万是特工出身 这种三流杀手怎是他的对手 没过几个回合 杀手便被莱万勒断了脖子 当场隐恨西北 看来这个地方是不能再待了 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再次暗杀 现在越狱是他唯一的出路 随后他捡起杀手的武器 躲在了牢房门口 将赶来的狱警悉数放倒 并挟持了其中一名 向楼顶赶去 可来到楼顶 他才发现这所监狱固若金汤 根本逃不出去 在略施小姬引爆燃气瓶 就这样被当成了受伤的预警 送上了救护车 同时小美发现他后 便偷偷地在座位上 给他放了一把手枪 莱万看到后 立刻瞄懂了小美的意图 于是在小美的配合下 莱万在半路上截停了救护车 并逃离了现场 几天后 上司再次找到小美 让他继续调查莱万的行踪 可话音刚落 几名拨护了就围了上来 并以滥用职权罪将他直接代表 原来是小美举报了他 而另一边 莱万正在暗处偷偷地 看着自己的家人 因为他现在的身份 还不能正大光明地出现 所以只能暂时默默地 保护着自己的家人